9月26号巨轰袭击了佛罗里达州的一些部分地区 我们这里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你看路边这些都是邻居丢出来的家具啊地毯呀 木头啊 整个整个的屋子的东西往外扔 因为水进去了 东西进水后天气又这么热 不弄出来的话马上就发霉 我家也进水了 你看这些都是涨水退下去留下的这些脏的东西 你看这个水位线 差不多有一尺高 好在我这房子是空的 没有住人 而且是瓷砖不是地毯 如果是地毯就惨了 全部都都把它拆下来扔出去 好在我都是瓷砖进水也没有问题 而且因为没有住人就几乎没有家具 所以只是进了水 损失不是很大 只要把这些脏的东西把它清理掉 就差不多了 我在美国生活12年了 这样的涨水 这样的情形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听说这是三四年来 我们这个地区受台风影响最大的一次 这一次真的看到了这种大自然的威力 听星期预报说 这个星期还有更大的季空飞过来 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影响 是什么情形 到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再见